今天下午的3点 即时期温 确认死亡是下午的4点 本次的事实行 渔广山主李龙基 他所犯罪攻击 犯罪冲冠 对被害人跟家族造成的伤害 对社会治安危害的程度 那就李龙基所犯的案件 他所犯的是剥夺他人的生命 罚异的大人 死亡的对象是他的敌人的前妻 跟他的当时贵人 这个 贵人的这个 贵人的这个太子 好像他的手段中感 理念人性 视人命如小妾 所为的这个行动的病人抓紫 同时呢 除了被害人服务生命的丧命以外呢 也造成被害人家族 无可弥补的爱动 还有奸入了沿选的悲剧 同时呢 在最高法院的判决处里面 也明白的指出来说 就通过他的法案的情节 和审判的过程 认识他无教法的依静 所以为了回复实现社会正义 即便的减少 即便把死刑的规定 减少 但是呢 虽然减少 我们要减少死刑的使用 审刑执行 在随独莫会死死刑的设定方面 我们只采取 慰除所有结设行以外呢 结承相对行 但同时要严谨使行案件的 真实化 真审判程序 所以在现有法治 在现有实行制度的定义之下 凡乎没有几乎 贸然的停止 此行之行 否则呢 不但无法获得多数 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也不具有正常性 但是呢 本部呢 一会的一场认为说 实行此行 并不是给社会治安 问题的唯一的话 社会治安的唯物 要靠社会安全统的建立 来落实 这就是现在政府主要追踪的 社会安全统的 具体的目标 所以呢 王军呼吁大家呢 平心静气 来看待本日的 此行之外的之行 了解本部 在求其身和不可得的情况之下 必须一晚之行的一场 我们结队 提升到 人权保障是故事加持 但是行事政策上 要兼顾被害人的 由于权力 还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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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天赋 在这里呢 我也要能够 呼吁 许多人 别有后悟的观念 和杀人 不会怕死心 杀一个人 不会怕死心 也不会怕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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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绝对的功 在我国性主化之际下 希望大家 能够尊重自己生命 也尊重他们的生命 能够维护整体社会 三、二、二、一 三、二、一